他卖票所以跟我讲 42份才有车啊 你有问他吗 他跟我讲这个票是假的是不是 我花钱的名子名高 但鸭舌帽穿橘色运动装的男子 赶不上火车居然扯开嗓门 在台铁月台 对站务人员大声咆哮 我问你这名子名高为什么不对 叫记者来问 先生 什么先生 我要叫你小姐 越骂越大声很不客气 用名指名高买的车票 到底是谁出错 这是台铁上话站 实际调出监视器画面 男子跟朋友匆匆进站 他们买了13号晚间 7点05分的区间车 但时间过了才到车站 第一次错过 站务人员解说还有下一班 他们却转头离开 第二班13分发车 他们却13分才进站 第二次错过火车 没想到居然到月台咆哮站务员 台铁查证发现 站务人员都有明确解说 但客人解释 失去重买车票才会错过时间 只是火车一去不回头 就算大声咆哮也于事无谱 只能离开车站另外想办法 接下来关张谈的报道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